現在是十二點三十七分 要講 要講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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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講講嗎? 有啊,我講講 我講講 你講講不太好 我來講一九月 我自己聽了一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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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說那兩隻哪一位 老人的鴨 我聽了一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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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比喻當然也有負面的 我在想也有負面 我有虧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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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就是現實面 這就是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 小一剛才認得他父母 沒有 沒有 有 有虧欠 他現在是 會自己的負面 他來負面 這就跟你說現實面 他自己的負面 他就是 他就要 慶恩 跟小恩 是自然就分開 他們是陌生人 以現實來講 這是這樣 他不可能會聽到 他們的老人在叫他 不可以把他團結 不然他不是人 他不是天使 老運跟獨立都有個人定義 我覺得他只會覺得 他應該是屬於哪一類的 不是這一類的 聽起來是有把他瞄到這樣 你有想過 你看他們在訪問 他們在訪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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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在訪問時期都是靠白骨 去白骨應該是比較訪問時期 離家出酒後 白骨 當然是很掛念 但是就是肯定生活 對不對 但是你說這麼老鷹 兩隻小鷹 我想是 不是成年的時候 那成年他就不會背了 他成年他就背了 他就是會背 但是不是完全是成年 他在什麼時候才需要母嬰 他要好好逮捕的時候 需要學務的時候 因為牧師他在講這個故事就是說 我們的來源是哪裡 來源是哪裡 你的來源是母嬰 就是我們的來源是上帝 他是屁股的 是這樣說的嗎 你聽不懂嗎 對 意思還是這樣子 對 有時候像牧師講這樣 每個人思維 想的不一樣 有的人想到很大 我就想到 後來想 裡面還有什麼變化 就想到 他會是這樣 你今天都還沒講話 他一定是 你今天都還沒講話 他一定是牧師講話 他就是這麼想 我們就要這樣 就是要這樣 你想到跟什麼都一樣是不是 不一樣 他想的就是 你這個幾乎多少 你知道嗎 有請問 一下 有勞 有客人 有問題 有感覺 有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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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問題